請小看 為心世界 金宮百姊波羅美京 三節夢境 又為美絕 此地眾生 何不休息 國約維新聖教 藝京大學 全市同學代表 我們這一節繼續請各位來恭念開經濟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 遵實意 那麼本師釋迦牟尼佛 各位維新聖教 維新賢士同修 其各位十望三知識 我們這一節繼續為各位來恭修 金剛經 金剛經是入世法 也是出世法 一般把金剛經認為是出世法 你要出世 一定要先從入世來修行 所以才有禪宗大師 會能大師開示的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一定要從入世裡面去修 你才能真正找到 出世的一個基礎 如果是不從入世 若是不從入世 若是不從入世 你要找到出世是不可能 慧能大師才說 這真言 如果是不從入世 若是我們不從入世去體驗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 去領悟出世的重要性 所以慧能大師開示了一句話 非常有道理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這是佛所開示的 如露易如殿 應作如樹觀 若是沒有世間這一些 一切煩惱 讓我們去悟的時候 你沒辦法領悟到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殿 有很多如樹觀 然後慧能大師開示了一句 非常有道理的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 不離世間去覺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去覺 離世間 離世密菩提 恰是密兔角 離開 離開世間 離開世間 你要找到菩提道 那 好像在兔子裡面找他們的腳 是不可能的 兔子不長腳 所以釋迦摩尼佛 我 看到 世間的一切都苦 所以才要 出家去找到生命的永恆 出家修行六年 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 到最後來還是坐在菩提宿下 做還行懺悔的功夫 才發現我們的心不安 不安的原因 都是從世間有行有像的 來慶祝 才要修行 所以六年多的時間 找不到安心的地方 然後呢 第七年才坐在菩提宿下 做還行懺悔 還行 從董事以來 到 每一個時刻的階段性 回過來 反觀回去 就像看電影一樣 自己是主角 那麼你做一個非常 客觀的去判斷 你自己是當時的主角 或是配角 對與不對 這個相當 客觀的 來審判自己 來觀察自己 然後找出 每一件事情的 就意中求同 不偏不移的 不偏不移的 就忠道 然後將這一個 你所悟的 告訴 告訴我們的祖靈 祖先 告訴 你所 祭拜的 聖神佛菩薩 告訴你 自己的那一顆良心 說我什麼時候 哪一件事情錯了 應該怎麼才對 然後自己做了 把你自己觀想 像你的 當時的那一段 因緣的親朋好友 來道歉的 你向他道歉 該原諒沒有原諒人家的 你要去向他道歉說 我當時沒有向某某人道歉 所以這兩種思維 還行懺悔 都要告訴你的指導靈 告訴你的守護神 告訴你的祖先 說我以後不會再犯錯 這樣的話 你即是 成就 佛所說的第一波羅蜜 第一波羅蜜 到達 到達 心安的第一個境界 第一波羅蜜 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 彼岸 摩赴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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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達內在 大智慧的 彼岸 就是心安的彼岸 沒有顛倒夢想 沒有恐怖 沒有不安的境界 這個叫做 不經 不不 和不畏 這是金剛經的最高境界 我們要做到說 不經 不不 也不畏的話 這就是我們要從 緩醒懺悔開始 這是每個人 最大的享受 最大的福報 才有機會來 世間上來體驗 從這裡來找出一條自己 中道的路 那即是第一波羅蜜 第一次你到達你的理想 心安的境界 所以這個即是 如來 第一波羅蜜的 世間法 以出世間法的 上聖心法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死亡善知識 我們中國明年 告訴我們白天 不做虧心事 夜半鬼敲文 心不驚啊 所以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但是要做到很困難 人難免都會有做一些 你的判斷錯誤的 一旦判斷錯誤了 時此刻刻心經膽戰 所以王產老祖導教十行 教我們大家學易經 用易經 來作為參考 當我們思維有偏差的時候 那我們就用易經 來自我 評分 自我審判 自我決定 做應好關心菩薩所開示的一句話 求整不讀求己 求己不讀求真己 真正的自己就修到 學政法 那我們 我們 就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心不安 心不安喔 就不會驚嚇 不會驚恐 人最可憐就是會驚嚇 那你做到不驚 不會 煩惱 不會驚恐 那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有錢 一旦我們身體壞了 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就開始會驚恐 會恐怖 所以 就不敢去想 但是事實還是會碰上 這一點就是修行者 應該有的體認 所以有的人把金鋼精 看成是修出術法 出術你到天上界了 不然能結婚啦 離開這個時候 回到天上界了 就沒有天上 天 人間 天上人間的 立場很多不同 天上是主靈的天上 天上 人間是我們人 我們人所碰到的煩惱 會影響到 我們異世界 靈魂界 靈魂界的列祖列宗 他們一直跟著煩惱 在當一個人糊塗的時候 一直糊塗下去 不是神佛來處罰我們 而是我們的主靈 祖先 處罰我們 讓我們路全部一直把他們斷掉 因為走錯落路 思想方向錯誤了 所以祖先 會來把你的路擋住 讓我們的事業 一直開始冷退 蕭條 這都是祖先 祖先 祖先的慈悲 曾經 我們有一位 老刑事 警察的老刑事 他要退休以前一年 他來求老祖說 老祖啊 我以前抓了很多壞蛋 都被槍斃了 他們會不會來找我 他現在還當個警察 刑事務組長 還有這個官威 那些被槍斃的 好 怨牛會不會找他 我看一看 我說他們不會找你 因為他們的服務徒在世界上患了大錯 如果是不指足 他的犯罪 他的罪過會更深更重 會把他的祖先一起帶入 黑暗的地獄 共享痛苦 不得操聲 所以一人奪到九族升天 一人錯誤了 九族要跟著下地獄耶 所以那一位刑事務組長 有一天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 看在床頭 他睡著他的腳的前面 以前被他抓的那些糊塗蛋 他 現身在前面 一直跪著向他們 向他摳了三個頭 然後就 遠遠離去了 後來這位行事組長姓楊 他又來跟我說 師父 你說的沒有錯 我是對得起良心 我幫助他們減少在於 墜入更深的地獄 所以那一些被他抓到去 槍斃的 他們的靈 沒有怨 沒有恨 而是帶著 懺悔的心 來向行事組長 向他摳了三個頭 然後就回去了 就回到自己的地獄 去受苦 受暴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的 所做的很多事情 會有驚恐 那麼我們如何讓 不驚恐呢 我鼓勵大家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以外 就是 要學《易經》 你用意 可以先用意占卜 就可以了解他的國 國是不好的 然後 那我們就不要踩進去 國是好的 你就依教奉行 認真去做 去歷行 那的話 你即是 佛的化身 你即是 菩薩行者 所以王壇老祖 傳了《易經》 風水漢 佛教 道教的廟法 能夠融合為一 在更上一層樓 教我們如何黃馬里未然 欲取無首生 就是要用意啊 所以用意是利人和利天的 和利主靈 請 這個即是 我們的第一波羅蜜 當你用意了 你可以到達 第一個階段的 新安境界 即是第一波羅蜜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新安 到達新安之後 你又要如何呢 就繼續 再修行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仙士 各位失望善之士 我們要做到 不經 不步 不孔 不畏 不孔 三個境界 那你就 從 《學易經》 《學易經》 沈大陸 日文 来到仙佛寺 他跟我说 昆连老师啊 你讲义经 太入世 没有办法究竟 你讲风水 更没有办法究竟 我笑一笑 那怎么样才能究竟呢 我叫学佛法 佛法在哪里 请你告诉我一条正确的方向 我练佛啊 一直练佛啊 你三三不要做了 一直练佛 你事业不要做了 工作不要做了 你哪一个人做了才对 他说我用手挂 我说你去年一屁股战 现在你要往哪里逃 你要救救到哪里去 要怎么救救法 所以我看你眼神 很惊恐不安 我相信你晚上睡觉 也不安 我更相信 你现在表面扛着穿着修行着法衣 手上戴着一大条一大串的链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再三天 截难到 我不是恐怖你 不是恐吓你 那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不究竟了 你为什么要相信我不究竟了怎么办 好啦 周月先生 他就不能说 确实去年 他的孩子 跟你在做事业 倒人家 拖来拖去 一大笔 现在 他主持一栋房子 因为你要拍卖 我说你先求佛 求天不应 求佛佛不灵 求神不答应 你要去那里找 表面你是修行 事实上 你这一个问题 让你的亲朋好友 已经没有办法来容纳你 谅解你了 那你怎么究竟 所以周月信徒 他跟我说 困难老师啊 我该怎么办才好 我说我不告诉你 因为你是 你说我是不究竟我 我要让你究竟 三天后结诞到了时候 你再告诉我 他很不高兴就回去了 我该怎么办 这一国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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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や 你怎么办 我也不够 Ele 他 有 你 我 要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